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军演事件的影响 那美股在半年线 如果我们只在月线 那这样子来看 我们其实差了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因此如果美股回挡的时候 本来就属于相对低位阶的台股 就会比较有支撑 就会比较能够抗跌 那这种落差 其实时间拉长来看 它终究是要慢慢地追平的 因为从过往到现在 你长期在追踪 美股跟台股的变化就知道 其实台股只可能短时间 跟美股有一些脱钩 可是时间拉长 基本上那个位阶都是非常非常接近 尤其是加权指数跟费城半导体指数 所以反过来想 如果我们跟美股之间的位阶差距越大 那代表我们下档风险越小 那往上的空间 其实就拉出来了 这个就是价差 这个就是机会 这个就是报酬 那台股现在来看 其实我们是在回防月线的位置 那前面刚刚提到 其实费城半导体指数 它就算是回撤 现在这一条支撑所在的位置 也是季线 那费半它就算拉回 它都还是在季线之上 因此你可以看到 台股真的没有道理 不迎头赶上来挑战季线 只是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要攻季线呢 不外乎两种可能 一种呢 就是强攻 短时间之内 就是要硬是把它攻过去 那这种一定要配合成交量放大来做表态 可是现在显然呢 控盘者心中所写的剧本不是这一套 因为如果市场的买盘缩手 你硬要强攻 拉不出成交量 带不起人气 那可能也是枉了 那不如呢 就顺势 那所谓的顺势呢 我们就看 季线 现在呢 还在扣抵高档 那大概到9月中旬以后 它就会扣抵第一档 然后就有机会呢 跟月均线纠结以后 再形成翻扬 那个时候呢 所有看技术派的人士 就会发现 月线往上 季线也往上 而且形成黄金交叉 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众多格局 所以看季线操作的人 大概面临季线在头顶上的时候 都会比较谨慎一点 可是反过来讲 季线如果能够踩在脚下 而且能够翻扬的话 那可能整体的部位就敢 进一步的拉大 所以今天回到整个盘势来讲的话呢 真的是比较胶着 包含上涨下跌加速 其实也趋于接近 那整个台股在这种呢 很黏很黏的氛围之下 成绩要让始终无法放大 那我们连日来都跟大家谈到 你要怎么因应 你要怎么操作 因为大环境你不能改变 你可以改变你的想法跟做法 那我今天要进一步跟各位说 其实很多资深的投资人 被以前的经验限制 所以认为说 股票就是要买好股 那好股我只要认真研究好 那买好之后呢 反正我不缺钱 那我就跟你等 套牢10%我也等 套牢50%我也还是不会卖 我就是跟你等 那等到有一天 总是会换我的股票出头 那为什么以前资深的投资人 常常会有这种想法 很简单 因为以前上市规公司 加起来不到1000家 甚至我讲 如果你在这个市场30年的人 以前上市规加起来不到400家 所以你经历过那种呢 只有四五百档股票 只有六七百档股票 行情好的时候 所有股票都可以涨 所以就会认为 既然现在是利空慢慢都已经呢 反应完毕的话 那我就是等 等我的股票终于有一天会涨 可是你不知道 现阶段在控盘 在操盘的这些年轻的主力 基金经营人 大概都是这十年来 在股市发大才成功窜起的 现在在盘面当中呢 仍然可以呼风唤雨 或者非常活跃 掌控股价的 都是大概这十年来才成名 才累积一桶又一桶 倍数成长的金额 所以这种主力 这种操盘手的风格 跟早年是不一样的 然后股票加速也变多 你以前所听到的那一些 所谓早期呼风唤雨主力 现在都不见了 现在都是新的一批 很多你所熟悉的那些老派的公司 挂牌已久的所谓研究过 基本面很扎实的基优股 现在不一定会涨 现在涨的就是那些 你看不懂 甚至看不起 新兴产业 新兴公司 然后就是这些新一代的主力 新一代操盘手 基金经营人在任养的 所以如果没有跟上这个时代 就很容易呢 发现你有再多的耐心 也都只是来股市里面 陪人哭陪人笑 但是自己的股票呢 慢慢都沦为配角 那我今天呢 简单 跟各位举个例子来看 你手上的持股 是不是所谓的主流 你手上的持股 能不能在平均成绩量 不到2000亿的状况之下 被市场关注 青睐 那我们简单来看呢 如果以国际股市的角度来看 最近市场热门报导的焦点股 有哪些 这个统计是根据24个小时之内 新闻报导数量增加幅度来做排名 第一名是特斯拉 它在过去24小时内 新闻报导的篇数增加了45篇 这个统计是国际各大媒体 第二名是苹果 也增加了45篇 第三名就是辉达NVIDIA 增加了44篇 第四名是辉瑞药厂 增加了39篇 第五名是艾克森 那增加了30篇 所以这些公司 就是现在国际市场上 关注的焦点 不论它是好消息或坏消息 是财报成长还是财测下修 这倒都其次 重点是股票要先有人关心 那放在台股的道理也是一样 一档股票 如果乏人问津 无人闻问 整个没有量 没有人关心它 那你说你在研究透彻 然后你有很多很多的耐心 可以赔着它 可是股价不一定会带给你正向回报 因为没有人关心 那哪怕将来成交量 如果放大到2500亿3000亿 它也仍然没有办法照顾到 1700多档股票 况且现在是均量不到2000亿的水准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客观去思考 自己过去买了哪些股票 那放到今天的股市来看 它仍然是不是一个明星 它所在的产业 仍然是趋势吗 那它相较于同业 业绩有没有比较好 那最重要的是 它在最近量缩的状况之下 有没有获得市场买盘的关注青睐 有大户买吗 有法人买吗 有融资买吗 还是根本没有人去关心它 忘了它的存在 如果一个股票连量都没有 你也可以省下时间 不用再去想 接下来它的下半年怎么样 如果连量都没有 没有人在乎的股票 其实要解套 真的不知何年何月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国际市场上 现在大家关心的就是 特斯拉就是苹果 就是徽达 那回到台股的盘面上面来讲 最近呢 比较有表现的公司 是不是也会跟特斯拉 跟苹果 跟徽达 甚至 放大来思考 就是跟车用 跟苹果手机 跟高速传输 高效运算有关的相关产业 2476巨响 我们当初盖牌的时候 是不是跟各位讲 这辆股票 是苹果 加上车用 最近的走势 就是呢 有价有量 这个从过去呢 量缩到最近呢 连续滚量 均量回升 配合股价呢 不断的 增高低点 高点突破 这个就是 有价有量 7月份营收公告出来 创下历史新高 那正式可以 告诉大家 它走出了 上半年 中国风控的阴霾之后 现在 笑呵呵的 等着开始呢 享受 旺季到来的收割 车用也加温 占比 持续的在拉高 那苹果的部分 它跟大力光合作 成为大力光 VCM 金属外壳的 独家供应商 所以今年呢 iPhone14 是少数在下半年 大家还有信心 感期待的产品 因为毕竟呢 使用iPhone的粉丝 使用者 消费者 忠诚度是高的 往往呢 消费实力 也比 买中低阶手机的人 来的高出一些 所以说 今年苹果的iPhone 各大研究机构的预估 整个拉货量 还是会 拉好拉满 这个动能 在第三季开始的旺季 还是能够显出看到 所以你看 巨匠呢 六月份营收 当时我们说 它是创历史次高 这个表示说 已经呢 走出了风控阴霾 到了七月份 它就呢 改写历史新高了 所以这边 沿着上升趋势轨道 来做操作 那基本上 我想 上档的空间 还是可以持续期待 那另外呢 我们看一档个股 3406 郁金光 那各位看一下 郁金光的营收表现 六月份营收 月增率跳到42% 我们请拉近 对 谢谢 那到了七月份 营收再往上跳 跳到呢 19亿以上 月增率呢 更猛了 高达68.9%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很标准的 谁是凭概股 谁跟着iPhone吃香喝辣 那郁金光 为什么到了六月 为什么到了七月 它就是不一样 因为它来自于 苹果订单的贡献比重 就是高 那这段时间 郁金光 有一些小小的风波 插曲 来自于现在 到中国发展的 郭明奇分析师的一些评论 或者说发文 或者是说报告 其实提到说 郁金光好像掉单了 因为生产有一些问题 结果呢 郁金光 公司在第一时间 就立刻予以重炮反击 驳斥了这样讲法 只需乌有 那这个新闻当初呢 在媒体上曝光的时候 魏昌老师也跟大家做了 第一时间的解读分析 我说 那当然那个郭分析师 讲的东西 其实那个就是 就是看热闹了 那不重要 我也懒得去讨论它 但重点是 我要从郁金光角度跟各位讲 公司会第一时间就 重炮回应 那表示什么 心态上就是偏多的 那郁金光 如果你看他的一个借券卖出 就知道 这个其实是有特定人在 布空单 然后想要呢 作收其力嘛 所以这边呢 放空单之后 再来呢 这个放一些利空消息 那公司 驳斥之后 你可以看到 现在股价呢 打完底之后拉上来 那拉上来这边 基本上来看呢 下面这里的空单 大概七月底来的 现在都赔钱了 进一步如果再 明天再往上的话呢 整个七月中旬这里 进去放空的 也都会赔钱 那这个就会开始变成是 嘎空效应引爆 所以我想郁金光 在这边来看 也是呢 持续值得关注的 苹果概念股 那反倒是 过去你讲到苹盖啊 那个最大的 比如说台积电 比如说鸿海 甚至大力光 最近的走势 都是比较慢的 所以我们其实 一直跟大家提醒 现在这一波反弹行情 现在也许涨了 1100点之后 是一个中继休息站 但是呢 方向上没有改变 你必须看大做小 你把同样一笔资金 不管是100万 200万 500万 1000万 你压在台积电 你压在鸿海 你压在大力光 不是错 只是慢 只是效率比较差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大力光 没有动 可是呢 郁金光大涨 那甚至 比较偏投机的一些 二三线的光学镜头股 一个比一个涨的更多 比大力光活跃多了 那包含这段时间 可能鸿海 没有办法创新高 传统的平概股 没办法创新高 可是巨强创新高 那我们目前呢 正卡位一档呢 低价的平概股 三叉叉叉 这两个股 已经呢 顺利突破颈线 那近期大盘量缩 它却开始出量 表示这就是市场的人气焦点 市场大户买盘 关心布局的重点 那股价在这里 已经形成短期的突破 上档乌鸦 那即将进入到 进一步的攻击形态 预估接下来 可能就会是连续长红 而且越走越陡峭 所以这档三叉叉叉 是平概股之一 而且是大家还没有 掌握到的低价黑马 如果你想要进一步咨询 你可以呢 直接加入魏洋老师LINE 我们画面当中 这边就有QR Code 你可以手机拿起来 直接对准呢 魏洋老师的这个LINE的 官方原地的QR Code 加入之后呢 就会有专人服务您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包含这两个股 相关资讯 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一起学习 一起布局 一起赚钱 我们休息一下 7月营收陆续公布 那我想呢 不管营收好坏 或者说第二季财报 是成长还是衰退 总之呢 该出来面对的 总是要见真章 所以在这里呢 大家一定一定要 赶快跟紧 现在市场的脚步 因为每一次的财报成绩单 其实它就像是一次期中考 当然只是这个期中考 跟学校不一样 因为每个月都有营收 每个月都要考试 不是呢 一个学习考你两次三次 但是这里来看呢 当然法人或大户 这些所有的聪明资金 它就会随着基本面 去调整部位 比预期好的公司 持续有成长力道的公司 聪明的钱就会搬过来 那搬过来之后呢 就又会助长 所以好公司就更容易出头 尤其量不够大的时候 好公司就像是你抬头天上 那一颗耀眼的明星 那业绩不好的公司 而且下半年大家不知道 它还要差多久 它还会有多烂 那这种公司 谁会去买 聪明前是一定不会去买 因为你买了可能就套牢 就算股价不破低 不要说套牢不好听 对不对 股价就算没有破低 但是如果你下半年 业绩会持续越来越烂 越来越差的公司 而且不知道 那个衰退的镜头在哪里 那钱放进去 就像是掉到一个深井里面 什么时候才能浮上来 不知道 换做你是经纪人 给你100亿超盘 你会去买那样公司吗 不会 因为看不到绩效 因为会浪费时间 因为会让钱 会完全失去效率 所以你一定会要跟着 这一次的基本面期中考 七月营收第二季财报 去调整股票 这样才能够把资金活化起来 发挥效益 好 那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 虽然外老师要直接 带各位看几档股票 我不是在这里鼓励你 自己现在去追 因为这些股票 我们都反复的跟各位提示 好几天了 3596至1 今天收在最高 创波段新高 那外资为什么一直在买 投信为什么一直在买 七月营收成长 尤其重点是在于 年振率高达38% 而下半年 第三季的业绩 应该是月越高 八月好 九月更好 最近电子股很热 网通股很多人在提 可是呢 我们没有忘了 生技股是伏兵 是黑马 对盘式敏感的朋友 也可能会感受到 因为最近大盘 碰到上面那一条季线 好像一直有压力 所以没有办法放量突破 因此这个时候 就会有资金又开始 把涨多的电子股调节 转往安全的生技股 那生技股不要乱买 你那种看不懂产业逻辑的 估不出营收获利的 那个最好是留给 特定人士去玩 那真的你要安心去买的生技股 也是一样啊 要看财报 看营收 看获利的 不要以为说因为是生技 就不用看营收 不用看获利 那其中我认为 能见度最高的两家公司 如果你是微阳的粉丝 应该知道 我们跟各位讲了很多次了 1795美食 6472保瑞 那我们直接先来看一下 美食今天的分时走势 今天越走越高 最后收在148 也是收在最高点 所以代表美食的技术面 整理形态已经突破了 那这一波你看 投信也是呢 一直维持在一个高库存的水位 基本上波段续报的决心 是非常强的 前面如果投信第二季 都买这么多了 他不会在这里说 哎呀电子很强 要不要把美食干脆就是 把它砍掉 我跟你讲不可能 因为美食 如果你了解它的基本面 它的好戏不是在上半年 是从现在才要开始 这一张表我之前 就跟各位分享过了 那今天不多谈 重点就是呢 重磅的血癌药 第三季上市以后 这个会连续到2023 2024 2025 甚至到2026年 逐年增加 它对美食所带来的获利爆发贡献 这个效益是非常强大的 那宝瑞的部分 我们也持续的看好 那基本上呢 下一个要突破的可能就是它了 那今天只有一个重点告诉各位 市场关注的焦点 那个就是你要遵循的方向 聪明的钱一定是依据基本面来调整部位 而现在苹果已经开始在加温了 那高价的平盖股 你不用去碰 因为那些股票张下也慢 但是这一档低价的平盖股 已经完成大底 而且近期开始出量增强 做出了一个短线上的小突破 后续有可能涨势会开始加速加快 想要进步了解朋友 直接加入来了下群就可以了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选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